最近,从来不在妈妈的城堡开雪年妈妈,看到妈妈下班回来,笑脸一扭曲,一副哭的架势,如果妈妈抱一下,交给外婆,然后去洗手,城堡就彻底大哭,妈妈起身去厨房,去厕所,去倒杯水,只要不在城堡世界之内,城堡就嚎啕大哭,有妈妈在的场合,只要妈妈抱,其他人应该拒绝。 作为妈妈,我内心悲喜交加,我儿子什么时候跟我们这么亲了,但内心深处却一律这是怎么了,原来,城堡不知不觉,已经九个月,而这个时候,正是宝爸分离焦虑期。 什么是分离焦虑?分离焦虑是指应幼儿因与护养人分离而引起的焦虑,不安或不愉快的情绪,多渐于学龄前期。 一般,宝宝七到九个月时,开始出现分离焦虑,会持续到两岁,随着宝宝的成长和新智的成熟。 大多数宝宝的分离焦虑,会在十八到二十四个月时逐渐消失。 分离焦虑什么时候出现,持续多久? 这个因然而异,每个宝宝都不同,如果宝宝出现以下症状,妈妈们要留心了,宝宝可能处于分离焦虑期,突然一段时间变得频繁烈性,哼哼唧唧,安普一会或者吃几口奶就又睡着了。 妈妈又离开就哭,比如上个厕所,到别的房间拿个东西,只要妈妈不在眼前,宝宝就哭。 对陌生人抵触,情绪较敏感,为什么会产生分离焦虑? 六个月之前,宝宝和妈妈处于共生状态,宝宝认为自己和妈妈是一起的。 六个月之后,宝宝开始走向独立之路,慢慢地意识到宝宝和妈妈不是一起的。 这个意识萌芽,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拽妈妈的头发。 宝宝的身体开始逐渐和妈妈分离,但精神还没有和妈妈完全分离。 宝宝的认知发展,还不能让他理解客体永久性,即当客体从视野中消失时,客体依然存在,并未消失这个概念。 宝宝的认知里,妈妈消失等于永久消失,不存在了。 归根结底,宝宝出现分离焦虑,与宝宝的不安全感有关。 宝宝视妈妈为安全基地,一旦离开妈妈这个安全基地,就会害怕,进而哭闹, 呼唤妈妈,寻求安全感,怎样处理宝宝的分离焦虑。 一,多陪多宝宝宝,高质量陪伴,尽可能多的多多陪伴宝宝,多多宝宝宝,父母宝宝,让宝宝感到妈妈满满的爱意。 可以做一些只属于你和宝宝之间的特定亲密行为,比如给宝宝做辅助,洗澡,唱儿歌,讲字时等。 二和宝宝玩蒙脸游戏,让宝宝认识到物体的横存性,用手或者小方形遮挡宝宝的眼睛,然后突然打开,让宝宝看到你夸张的笑脸。 等宝宝再大一点,还可以跟宝宝玩躲猫猫,通过游戏,让宝宝慢慢的认识到,即使看不到妈妈,但我知道妈妈在某个地方,只是不在眼前。 平时在家,尝试延长离开拿水,上厕所的时间,要告诉宝宝,妈妈要去干什么,离开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多几秒。 三,分离,要有仪式感,按约定时间到家,出门,不要偷偷溜走,不可以对宝宝撒谎。 你吃过活活,妈妈就会来抱你啦,伸手跟宝宝说拜拜,也让宝宝手去高高做再见的动作。 出门理由要简单直吧,要按照约定时间到家,如有事单额,回家之后要抱着宝宝,给宝宝道歉。 讲明原因,约定的时间要用宝宝能理解的时间概念,比如,我中午下班回来之前,我家宝宝基本都会吃水果,我就会告诉他,妈妈就回来了。 四,给宝宝一个安抚物,如果妈妈出差,要把宝宝交给其他照料者,给宝宝一个他比较熟悉的毛绒玩具,或者安抚方巾,让宝宝有熟悉感。 出差回来要抱着宝宝,给宝宝讲讲这几天妈妈去了奶,做了什么,再问问宝宝这些天都干什么了,吃了什么,挂了什么。 五,让宝宝多多见人,带宝宝去朋友家玩,见父母的朋友,爷爷奶奶的朋友,参加家里各种喜宴尽量带着宝宝,让宝宝多多见人,慢慢体会这种社会感。 每次见面的时候,要告诉宝宝我们要去哪里。 见什么人,家宝宝心里有个准备。 作为父母,我们必须明白分离焦虑属于正常现象,是宝宝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。 我们既不能放任不管,也不应忧心忠忠,比宝宝还焦虑,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宝宝因分离焦虑而产生的各种行为。 用理解的态度,积极的方式,去面对和陪伴宝宝度过这个阶段。 面对宝宝的苦恼,我们应该耐心去安抚,而不是烦躁,不耐烦,焦虑,分离焦虑,是宝宝社会化的第一步。 不仅是宝宝的一次成长,也是妈妈的一次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